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闪而过的疼痛后 会发觉自己悬浮在一个黑暗的维度中 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最舒服的感觉将人包围 三 之后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既像是一种不知名的曲调 又像是很多人在耳边窃窃私语 之后会被突然拉入一个没有空气的圆柱体空间 再感觉上像是一种过渡地带 一边是现实 一边是抑郁 此时灵魂已经和肉体分离 没有人能听到他们说话 时间的概念也消失了 有人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 他曾反复出入自己的肉体 并试着和他人说话 但是没有任何反应 四 感官在这种灵魂状态下会变得异常灵敏 可以看到很多未知的景象 所有感官都得到不可思议的增强 在这之后会出现强烈的孤独感 就像上帝视角一样俯视着这个世界 五 再往后周围会出现其他的灵魂 这些灵魂是来协助他们 安然度过到亡灵国度 或者告诉他们丧钟还未敲响 他们还得回去再待一段时间 六 在死亡体验的最后时刻 他们都感受到了某种人性的亮光 非常明确的人性 所有参与研究的人都使用了这个单词 这个时候灵魂状态会对一生做一次全景式的回顾 一幕接着一幕 按时间顺序移动并且伴随着画面 当时的一些感觉和情感都得以清晰地重新体验 七 最后灵魂会达到某种边界之类的东西 阻隔灵魂到达另一个地方 关于边界有很多种表达 一滩水 一团烟雾 一扇门 一道旷野中的篱笆 或者是一条线 如果无法通过这道边界 灵魂就必须回来 然而这种回来的意识并不强烈 甚至十分排斥 加入遇上光的存在这种情绪就更为强烈 随后在某种特殊的状态下 灵魂就真的回来了 这个过程很难用言语来进行准确描述 但所有参与研究的人都表示自己 感受到了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召唤 他们之所以对死亡恐惧 正是因为我们对死亡之后的世界一无所知 人类科学的历史刚刚三百年 就像出生的婴儿般 远远无法让我们更深地解释这个世界 马丁安·米优于1953年12月26日 出生于缅甸中部的哈门村 虽然她很晚才会说话 但是在四岁时便开始说出自己前世的事 她一再强调自己前世 是缅甸战死的日本士兵 所以频频地向父母吵着要回到日本 一位年仅四岁的异国小女孩 应该不会知道日本的存在 她告诉自己的父母 她的前世是日本军队中的火夫 有一天当她正在山上用木材煮饭时 突然飞来一架飞机 这座山就在小女孩家附近 75公尺的地方 飞机驾驶员对着日本兵 用机关枪扫射 她拼命地逃向山里 但子弹却射中了她 当场死亡 而她在日本还有五个小孩 所以她对自己的死无法瞑目 研究者对小女孩的叙述之所以如此重视 有以下几大因素 一是这个女孩的前世记忆相当清晰 而女孩每当有飞机飞过她家时 她都会发出异常的尖叫声 如果父亲骂她 她就会说 我是被飞机打死的 另外小女孩对缅甸辛辣食物很讨厌 只喜欢甜食 至于衣服方面 也不喜欢穿着小女孩的衣服 只愿穿男孩的衣服 并且缠着父亲为她买枪类的玩具 还常于骑胸玩军队游戏 另一个可说是具有决定性的证据是 小女孩出生时 在前世受伤部位 有一茶褐色如拇指般大小的伤口 当有人摸到此伤口时 她就会感到疼痛 而此伤口一直到两三岁时才好 据小女孩自己说 当她前世为日本兵时 就是被打中此部位而死 对于这个小女孩的研究 当时在科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 因为如果可以确定 小女孩和死亡的日本兵的联系 就能证明人死后真的有灵魂存在 人死后并非像人们所说的 尘归尘 土归土 而是去到了一个我们暂时无法理解的地方 如果有人留意这些灵异事件的话 那么就一定还记得 曾经有过这样一则事件 波兰著名画家 摄影师贝克·辛斯基 于1926年2月24日生于波兰 1998年他发生了一次事故 那次事故让他心脏停顿了15分钟 当心脏恢复活动后 他变成了植物人 一年后的12月 他突然苏醒 而且身体全部机能奇迹般康复 出院后 他开始创作各种 常人无法理解的画作 据他自己所说 他所画的都是他 在游历地狱和天堂时的所见所闻 贝克·辛斯基的画作 首度揭秘了死亡之后的世界 震惊了整个世界 所有人在看完他的画作后 都不由感慨 难道人死后 真的有另一个奇幻世界 在等着我们 至于他的死亡 也直至今天 都笼罩在恐惧的迷雾中 2005年2月22日 在即将76岁生日的前两天 贝克·辛斯基 在华沙的公寓被杀害 警方原本已经锁定了两名嫌犯 他的一个画家朋友的儿子 却突然站出来 认罪声称是自己做的 然而直到案件判决 那个画家朋友的儿子 都没有说出杀害他的原因 有传闻说 那名画家朋友的儿子 是收到了死神的旨意 来带走偶然从地狱 返回人间的灵魂 这些关于人死后灵魂的灵异事件 往往都极富神秘色彩 研究人员前夫后继 不断研究 希望早日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但依然迷云密布 无一定论 其实佛早已洞悉一切 佛教中有中阴身的说法 或许就是人们常常说的 人死后的灵魂 佛教认为 人死后并不是立即就去了地狱轮回 而是会在世上弥留四十九天 此阶段会化为中阴身 在四十九天之后 就会根据往生行业投生 而投生转世之后的身份 就要看你前世的功德了 人在死后 至未投生之间的这段时间 我们称作中阴身 因其极清灵 敏锐 古之觉力 为生前七倍 且据他心通 可阅读他人之心识 此段时间长短不等 或七日 十四日 乃至四十九日 中阴身速度犹如光速 于一念 清济可投生他方世界 在业力尚未形成前 可神通自在 随心所欲 至向往之处 可穿墙走壁 宋山河大地 也不为所障 中阴身身高 约二尺 似五六岁之幼童 且诸根名利 纵生前为惨障或顾及 中阴身时 则完美无缺 故祭拜时 王者必然之戏 人朴断气 既聚天眼 多远即可得见 故一上香 魂魄随之 中医身 近似脑部神经系统 若神时脱离色身 神经系统之作用全失 此际既无所谓昏迷 昏迷即适用于生前 若断气神时脱离色身 何人前来探视 均一目了然 如手术时不治 王者于手术台 既可知谁在身旁 神时漂浮于天花板上 以遗体运出 以尾随而去 中阴身能透过观想 希求之物立时现前 思一得一 思时得时 全系为心所造 自肉体脱离而出之某种主体 能对外界有所感应 并能自由自在 移至各处 多数体验者 脱离肉体时 欲有某处移至另一处 中间并无移动过程 只需动念 即可于瞬间抵达 既令有移动过程 也可任意穿越墙壁 仅紧闭之门窗 乃至穿越他人色身 生前未闻佛法 但奉行实善 乐善好施 为世间之大善忍 百年之后 也得瞬间投生天堂 生前坐监犯科 烧杀 夺掠 称恨 慧愿 烦恼习气厚重者 强取豪夺 此等极恶之徒 命中植入无间地狱 至于贪念重者 则舵 鬼道 一旦投生 中阴身阶段 即告结束 总而言之 在世间要多做善事 众善因得善果 最后才可得好报 享好福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